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后半段 是从二十六节开始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看到谁是真的瞎子 我们知道在第九章呢 就是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 怎么样得到耶稣的依据 然后呢他反而呢 这个时候遭到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质问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章的后半段 就是瞎子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些辩论 那这些犹太人呢就问这个瞎子 当然现在他已经不是瞎子了 他已经得医治了 他向你做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那这个原来的瞎子呢就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们如果不是真的想听 那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呢 然后呢 他就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讽刺的意思 所以这个原来是瞎子的呢 也是不示弱的 也不是省油的灯 结果这些犹太人就骂他说 你才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我们是正统的 这个人呢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那就是说 耶稣是来路不明的 结果这个人就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还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 这真是奇怪 这显而易见的道理 你们怎么会看不见呢 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所以他就讲到这个属灵的原则 事实上呢 你们这些法利塞人应该是最明白的 神是不听罪人的这个祷告 但是呢 他显然听了耶稣的祷告 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啊 所以我们知道 他不是罪人的 然后呢 他讲到说 从创世以来 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那这真的是一个大神迹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呢 他自己就很清楚 从这个神迹就知道 这个耶稣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就说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换句话讲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他不可能行这样的大神迹啊 这个犹太人又跟他争辩了 就是非常的不理性 反而对这个人是人生 人生攻击 他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就开始人生攻击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瞎眼的 就是生出来就是在罪孽当中 你还要来教训我们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呢 所以这个概念呢 就是跟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 门徒问耶稣说 他这样子瞎眼 是他父亲的罪呢 还是他自己的罪 就是同样的逻辑 然后呢 耶稣呢 听说他被赶出去了 然后遇到他 就问他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哇 这句话真的是简短有力的 然后他就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 称呼耶稣是主 所以他其实已经认出 他是弥赛亚了 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非常的确定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就说 主啊 我信 然后呢 就拜耶稣 主啊 我信 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瞎眼的 不禁眼睛得意志了 他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同时也得到了重生 得救了 然后呢 他就能够来拜耶稣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当他经历神的时候 他就知道 耶稣是从神来的 但是呢 要等到耶稣启示了他自己是谁 他才能够去拜耶稣 所以我们经历神 同时呢 也需要圣经的启示 让我们真知道耶稣是谁了 而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 说他是神来的之类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瞎子的身上 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呢 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 就是 借着约翰福音 能够让人看到 耶稣是主 是神的儿子 好叫 众人能够信耶稣 能够去拜耶稣 所以38节 其实也是 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的经文 然后呢 耶稣就说我为审判 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也就是说呢 耶稣他虽然第一次来 并不是来做这个审判的 这个角色 但是呢 他的来到 就能够分别黑白了 那这个白是什么呢 就叫那不能够看见的 可以看见 指的就是 这个瞎子 他本来不能够看见 但是可以看见了 这个不仅是他眼睛可以看见了 他的灵脸也被打开了 而且他 能够认识到 耶稣是谁 那能够看见的 反瞎了眼 指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 本来是眼睛都看得见的 而且他们有神的话语 他们应该是能够认出耶稣的 结果呢 他们却反而是瞎了眼 他们的这个灵里面是瞎的 他们不能够认出耶稣 就是瞎的 所以呢 耶稣的来到 就把这两个对比呢 就显明出来了 所以这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审判 那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话 哇 就想说 难道耶稣你说我们是瞎了眼吗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他的意思呢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那这个意思呢 我想呢 应该是说 如果你们承认 你们是瞎眼的 你们是谦卑的 而不是骄傲 自以为是的 这样子呢 你们就没有罪了 但我们能够谦卑的 认罪悔改 罪就离开我们了 但是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其实呢 就是自以为是 是骄傲 自高自大的 所以呢 这个就反映出 他们里面 这种骄傲的罪了 所以 我们看到 就是 什么才是真瞎子呢 真瞎子呢 就是那些 骄傲 自大 那自以为是 不愿意谦卑自己 承认耶稣是主 是神的儿子 这些呢 就是真瞎子 但是 凡是能够 谦卑自己 承认耶稣是主的 是神的儿子的 这些呢 就是能看见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看见 耶稣是谁 求神打赐给我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 叫我们 真认识耶稣 也照明我们 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的 这个 灵里面 不再是瞎眼 而是能够看清楚 耶稣是谁 也就能够 真实的 来拜耶稣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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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